哈囉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阿豪 那這部影片呢 就是來玩艾斯喔 那我們打關卡真是進階的8A 那我們就開始來玩 你可以看到這個傷害喔 那超絕氣戰的部分 因為大薑枝血量是比較厚的 所以還是比較難打死 還是要靠這個隻歐去補傷害 那力量驅動部分 小薑枝應該是輕鬆就可以處理掉 OK 成功處理掉了 好 禁鼻兔 那艾斯呢 是我覺得這一次 海賊王合作來說 最...傳統的角色 說傳統嗎 應該說最... 最簡單的角色 因為他就是很簡單一個割合 他也沒有什麼神奇的花樣 什麼像索隆可能血量最低 那割合傷害越痛 然後像魯夫可能還有什麼隱藏機制啊 之類的 像一隻踹頭頂啊 大合 這個落點 打落點有落點特攻嘛 就是 沒有 他就是一個全圖割合 不過他的全圖割合 是一個範圍性的全圖割合喔 就是全圖的割合 那個岩地直接打下去 碰 還混一點屬傷 那屬傷的部分是12.5倍 那老實說在高難化12.5倍 真的就...還好 就還好 主要價值還是在那個36%全圖割合 好 那我們這邊就直接擊殺掉就可以了 但不得不說全圖36%割合 然後你不用碰到什麼人 也沒什麼最初條件 其實還是蠻恐怖的 因為你帶兩隻艾斯 這樣72%嘛 然後你再加道具 再加冰箱 這樣就98% 超高的 98%超高的 好 那我們這邊去清小怪 我們去看...去清這個小薑汁 OK 那我們這邊知道了喔 力量驅動的部分在B3這版 左上跟... 右下的小怪沒辦法清掉 因為力量驅動 只要在外圍裡面一點他就沒辦法清到 這是力量驅動的缺點 OK 那我這邊沒有吃超平衡所以... 殘血了 呵呵 直接沒有吃超平衡 因為我的主杖啊 戰衍書其實已經有點... 缺了 就太缺了 那基本上艾斯的清場能力就清外圍啊 所以... 我這邊要再稍微認真清一下 呵呵 不然我會... 沒時間打這個佛利多 好... 好 那我們這邊就撞兩個弱點板去殺喔 恩... 幫下一個艾斯做板好了 OK 那艾斯這邊是有活力殺手跟異常狀態潛力 那這兩個殺手其實都是有一點... 代價的 就是活力殺手只能打50%以上才能觸發嘛 結果打他後面會軟掉 那異常狀態潛力就是看米西要不要給他球 就是如果給他上毒的話 他才能接到 那最常做潛力就是用毒來... 毒去解 用毒去讓他觸發這個異常狀態潛力 那不過艾斯這邊還有拿雙反啦 所以實際上還有個1.3 1.3了 1.3的這個超反傷害幣 那這個... 之後的機體... 就還好 普通 以現環境來說我覺得就還好 沒特別誇張 好 進下一版 下一版的話 大江之應該也是手動處理 我們這邊張殺 OK 那力量驅動就高怪把 因為小怪都在外圍嘛 所以我們這邊就很輕鬆的去把這個小怪處理掉 這邊的話繞一下然後撞轉換板 那我們等一下SS進王關就會可以直接開閘囉 好 好 然後我們這邊艾斯的位置還不錯 好 現在是雷葉洞 那雷葉就直接敲進去了 OK 好 成功收掉 那我們進下一版B5 那說實話我是蠻久沒有打28A的 因為我自己覺得28B的整體關卡速度是蠻快 因為現在還有給火燭師 火燭師打起來其實... 呃...也算蠻輕鬆的 對 跟28A比起來的話 那28A現在主體都是小男 就是帶個小男的話就王一直接秒掉 現在蠻快的 就看自己角色有什麼 再去打哪一關A或B都可以 這邊的話先這樣吧 繞一圈 啊 這邊就沒成功清掉 不過我們這一棟是雷葉 所以還行 應該是先... 先撞減然後再加速 OK 這樣就可以了 那打28A的時候記得 假如說你的紅藍板 然後你是貫通的話 然後藍板比較多 你可以先去撞紅再去撞藍 會比較好 先減速再加速 這樣比較有機會可以抽到傷害 就記得 先減速再加速 好 進王關囉 王關的部分 應該這樣吧 嗯... 這樣應該就好了 OK 那大將隻再去清下一組 OK 這邊就成功清掉了 然後... 雷葉的部分幫忙做一下板 然後... 雷葉的部分幫忙做一下板 這樣... 這樣... OK... 然後這邊再... 垂直刮吧...這樣... 好... 好... 我們等一下直接... 應該這版就可以結束掉了 好... 差一點點... 那我們等一下進去呢 就先打一個大炎帝 直接進去打王二 我們來看一下 艾斯打王二的表現如何 2 1 2 2 2 3 2 3 1 1 3 2 2 好 試看看 GO 來看一下 那這個炎帝是屬傷混割合 屬傷的部分是12.5倍 那割合是保底36% 喔 比我想要弄痛欸 比我想要弄很痛欸 不過下面那隻殘血欸 小可惜 如果全收的話就很酷了 OK 全收 我們等一下雷葉直接開大裝就好了 我們等一下直接印過這個 把王二過掉我們王三就快開心了 OK OK 好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36%加36% 然後加10%再加16% 98% 那那個屬傷順便下去應該就100了 呵呵呵 這邊呢 先開個帕克吧 然後等一下直接砸岩地 直接不巨能 撞 呵呵 不巨能 直接不巨能 撞 呵呵 不巨能 好 那我們這邊再不巨能砸一次 然後我們這邊再不巨能砸一次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就未來如果打高男要當片方的話 那兩隻艾斯或是甚至只帶一隻艾斯 其實那個 割合的部分加道具的部分其實就相當的恐怖喔 好 那麼最後呢 就是來講我這一次對艾斯使用後下來的感想 那麼艾斯呢 算是我當初看到能力 然後我實際玩下來跟我的想法其實沒有差太多的角色 因為艾斯算是這一次最單純的角色 就是最傳統的角色吧 也沒什麼新花樣 他就是割合角 並且他這次把割合啊 生意成全圖割合 就是他不用管什麼最初的碰出到敵人 或是他要碰幾個敵人才能上毒 都不用 他就是開下去然後隨便撞 然後就直接眼底碰下去 就一個全圖36%喔 就以火屬性%速角 就是割合角來說啊 上一隻已經是拉姆了 然後再久一點然後還是斑 那他們都是偏單體割合 那這個艾斯呢是全圖割合喔 所以我覺得 以SS稀有度 火屬來說我覺得他是蠻值得入手的角色 好那SS講完呢 我們來講友情的部分 友情的部分呢 超絕氣戰因為 這次發速的提升變兩倍嘛 但是硬傷果然還是只能打一個敵人 還是只能打一個敵人 所以會變比較看你到 就是你實際碰到那個狀況啊 那力量驅動的部分呢 就是只能打外圍嘛 不過打外圍的話 這個友情傷害是還不錯的 那如果是剛入坑 就是因為海中入坑 然後你想帶艾斯進去刷關啊 挖礦的人啊 記得你在艾斯的時候 記得帶一些可能 打內部比較打得到的友情角 你會刷起來會比較快一點 會比較舒服一點 好那果實部分呢 我這邊是樹臂加擊 那個人覺得可以上加擊或是雙消 那樹臂這邊我上是因為我可能有時候打高拿 我可能想讓他提早開出來 那這邊上雙消的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我們上雙消嘛 艾斯各合這邊36%嘛 然後加道具的10%再加降兵密 這樣就62% 所以其實62%其實是真的蠻多的東西 所以你也可以考慮實在雙消 不過果實這東西就是看自己的習慣就好 好 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對這次艾斯的感想 個人覺得是蠻值得入手的角色 以上謝謝大家 掰掰